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数族的用法 现在对象数族是什么意思 就是数族里面的元素是一个一个的对象 那么对象数族就是每个元素都是类的对象 复值时先定义好对象 然后将对象复值给数族 我们知道这样一个概念以后 然后如何去管理对象数族 那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是在这个数族当中 比如说要添加一个对象 然后要修改这个数族里面的某一个对象 然后要比如说把这个数族里面的某个对象要删除掉 然后怎么去查找某一个指定的对象 增生改查的 对就是增生改查的操作 所以叫管理 那我们这里给大家举一个这样一个事例 叫做checking 什么意思 肌肉 小鸡是吧 小鸡这个对象 那就是我们类似我们写一个什么 写一个这个鸡舍 鸡舍的一个小的一个管理系统 是吧 对 管理系统 那么呢 如何在鸡舍里面去添加小鸡 删除小鸡 查找 是吧 跟这个修改小鸡 等等 这些个操作 我们来看如何来实现这样一个案例 这样案例 这个案例可能稍微会比较大一点 比较大一点 那我们前期先准备了一些工作 比如说小鸡类 这个类就没什么好写的了 就是一个专门存数据的类是吧 存数据的一个小鸡类 那我就提前先给它准备好 好叫checking 然后呢 它有一个ID 就是鸡舍里面 因为鸡比较多呀 是吧 成千上万只鸡 所以每个鸡在这里面都有一个编号 是吧 就好比你进去以后 你就是9527 就是你编号 9527 对吧 95 对吧 对 就有一个编号 然后呢 这个小鸡 这是宠物鸡是吧 对 我们说的是宠物鸡 这个还有名字 出手画说每个小鸡都有名字 然后呢 这个鸡多大了 这个多大呢 这个年龄 我们不是按这个 这个岁 我们按月份来吧 对 比如说这个鸡是三月大 还是两个月大 因为你不可能是好几岁是吧 太老了 太老了 就不好吃 不是 我们说的是宠物鸡 不用来吃 用来养的玩的 是吧 OK 好 那我们呢 通常情况下 我们写这样的类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默认保留一个 构造方法 是吧 然后呢 我们再给它添加一个 带三个参数的构造方法 是吧 完了以后 就是get and set方法了 最后 我们写了一个叫print方法 就打印 打印什么呢 未来 我要做查询的话 我要打印这只鸡的所有的信息 是吧 我就把这个字段都拼在一起 比如说这个id是多少 name是什么 age是什么 就一串 就可以进行输出 是吧 我们查看的时候 就用这个print方法 来去使用 好 这是小鸡这个类 我们就已经写好了 这样的类 这样的类型 我们通常以后会经常写 是吧 经常写 这样类叫什么呢 叫做数据对象 数据对象 我们把它叫数据对象 数据对象 意思就是专门用来存这种 真实对象的数据的 比如说一只小鸡 它有这个id年龄 描述的 用来描述一个对象的 这样一个对象 这样一个类叫做数据 我们为什么叫对象呢 就是我们指的是它 在使用过程中 它就用对象 当写的时候用的是类 是吧 对 这是数据对象 好 这样的对象呢 实际上未来啊 在我们这个加法开发当中 经常会有这样的类 是吧 经常这种类 那这种类呢 我们也可以给它取个名字 取个名字 有好多种不同的概念 我们先给它写一下吧 好吧 比如说叫value valueobject 这样的类 我们叫做什么 也可以称为 简称VO 叫什么 值 对象 专门存值的嘛 一个checking里面 包括有哪些属性 哪些这个字段 对不对 OK 这叫 VO 当然还有了 很多其他的 比如说我们叫实体 实体 对吧 叫实体 我们未来在 这个实现功能的时候 也有叫实体的 实体就对应 一个实实在在 存在的一个对象 所以叫实体类 也可以叫实体类 也可以叫这个 叫传输对象 比如说我把这个对象 要传到哪个地方去 对 把它作为参数 把这个对象 作为参数 流动的 流动的 那这样的类呢 我们又把它称为 传输对象 叫DTO D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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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Tranfic 是吧 Tranfic 传输 Object 这些概念 先给大家提一下 未来大家在接触 后面框架的时候 也会接触到 这些概念 OK 这是小鸡类 完了以后 我们要写一个管理类 这个类跟这个类 就跟这个小鸡类 就不太一样了 对吧 假如说我们叫 class 叫什么 check-in manager 好吧 check-in-manager 就是小鸡的管理类 对它进行管理的 那就是 小鸡 小鸡 什么 管理类 好 管理什么呀 刚才我们说了 我们说了 一个管理小鸡 小鸡 很多个小鸡 用什么来表示 数组 我们定义一个 check-in 定义一个窩 定义一个窩 然后用来存这个的 我们叫cs 好吧 cs 要多大呢 多大呢 多大 我们先给它 给个空值 是不是 给空值 然后我们给它 一个构造方法 好吧 好 给它一个构造方法 通过构造方法 来去 这个 确定 这个鸡窩有多大 是吗 鸡窩有多大 OK 我们传进来一个 什么参数 传出一个 inter类型的 这个机设有多大 栏位 栏位 大小 size 或者用lan 什么的都行 是吧 对 这是这个意思 好 这是一个构造方法 然后呢 我们根据这个构造方法 什么呀 然后就开始创建 开始创建 那你传进来的值呢 我们肯定是要大于零 是吧 你小于零的话呢 我就 不给你创建了 是吧 对不对 好 那我就来一个 比如说 如果是大于零的情况下 我的CS等于 另外一个 这个 chicken chicken 数据是多大 size 对 size 是吧 size 否则呢 否则就不创建吗 否则也要创建 也要 否则我就来一个默认的一个创建 是吧 固定 就固定的 chicken 比如说最小 我们给他一个 这个 默认值 是吧 默认大小 是吧 默认大小 那最好呢 5个 给他5个吧 5个 对 默认给他5个 OK 这是构造方法 我们要去 完成的这个事情 是吧 完成的事情 好 然后呢 我们说对小机的这个管理 管理的话 我们怎么管理 添加小机 是不是 我们有个方法叫 添加 添加方法 是吧 添加方法 我们先写好 然后呢 还有什么方法 还有增删改查 删除 添加完了以后是 删除 是吧 删除 删除 我们没有返回值 设计一下 我叫delete delete 好吧 delete 还有呢 update update 更新 是吧 参数我们都没写 一会我们再来看 然后呢 查找 是吧 查找呢 我们可能要分为两个 一个是找 找一个 一个小区的 是吧 根据什么去找啊 比如跟进ID 对 是吧 跟进ID找 然后呢 可能还有找 所有 所有的 是吧 找所有的话呢 我就直接叫打印就行了 叫输出 我就不查出来了 是吧 嗯 直接叫输出啊 我们就叫做 呃 printer all吧 好吧 我们就打印所有的啊 打印所有的小机 这个方法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添加方法 是吗 嗯 添加方法 然后呢 删除 删除 对吧 然后是 更新 更新 更新什么呀 更新 更新 小机的 这个宠物的名字 或者说他的这个 多大了 他隔一个月得涨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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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月 是吧 对 涨一个月啊 这叫 体重什么的 我们这里没有体重 只有年龄跟 跟那个 名字 名字啊 这是啊 这是输出 所有 是吧 对 输出所有 好 这么几个方法 我们先把它列好 完事以后 我们就去一个一个的去实现它 那最终就把这个案例就写完了 嗯 是这意思吧 嗯 诶 是这意思 OK 我们先看添加啊 先看添加 我们一边写呢 一边来增加 是不是 嗯 那添加添加什么呀 肯定要有参数吧 对不对 嗯 添加小鸡嘛 添加小鸡 哦 对 是不是添加小鸡 对象 对吧 诶 叫 C 是吧 添加一个小鸡 好 添加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添加的这个算法 应该怎么来写 应该怎么来写 因为 数组是不是有固定的长度啊 嗯 啊 假设说我们这里先用哈 我们这里来先用 我一边用的一边来写 这样你看了更清楚一些 CM 是吧 嗯 等于另外一个 CM 呃 给他 假设给五个吧 我就给给五个 给默认的是吧 哎 就给一个五个 你给五个他也是五个 是吧 不给五个也是五个 你给零他也是五个 是吧 对 好 完事以后 我是不是cm去添加啊 添加一只小鸡啊 是吧 嗯 添加小鸡 我就直接 nue了哈 嗯 nue一个 小鸡 ticking 我看一下 构造方法是什么 看一下 那个怎么写的 怎么写的 id name name age 是吧 都有 这三个参数 我们给他搞进来 id 比如说1 这只小鸡叫什么名字 取个名字 比如说叫做小鸡鸡 小鸡鸡 小小 小小是吧 好 叫第一个小鸡叫小小 然后 多大了 嗯 十个月 十个月是吧 十个月老大了 是吧 十个月都可以 十个月挺挺大的 这是数字哈 对 数字类型 OK 这添加一个 添加一个 我们先写添加一个 好 添加一个 就把这个check in 这个对象 是不是传递到c里面来了 对吧 传到c里面来了 现在我们想 我们分析一下 如果我一口气添加了 五个 多来几个 我添加了五个 我编号一直是 二 二 三 三 四 五 对吗 小小 然后呢 小大 小二 小三 小三 叫小三 还有呢 小四小五 就别小四小五了 来个好听的名字 宠物名 对不对 宠物名 小鸡叫 小红小白 小红 太俗 是吧 挺好 小粪 行 小粪 小粪 这个粪 这支是奋斗机 对 战斗机 对 集中的战斗机 是吧 对 好 给他一个税 这个税不能太大 比如说 攻击下弹 攻击下弹 下弹 攻击 是吧 两个月 随便写 六个月 比如说这个是 八个月 好吧 行 OK 我添加了五个进来 那是不是把这宿主填满了呀 嗯 如果添加进来就把这宿主填满了 好 当填满以后 我再添加一个的时候怎么办 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再添加 还能添加下去吗 比如在添加第六个的时候 越界了 显示应该是吧 啊 小粪 哪一个 小豆 嗯 行 小豆 是吧 嗯 比如说 一个月 打 嗯 我在添加第六个的时候 我空格空一下 第六个的时候 肯定是添加不进去了 对 因为我的宿主已经填满了 要不你就把前面那个替换掉 是吧 嗯 那你说允不允许这样 不允许 不允许是吧 嗯 不允许这样 哎 如果在真实环境下 真实情况下 我们应该怎么做 扩大生产 扩大 扩大一下 扩大一下 对 就是说我这个 比如说我的这个机舍 只能存五只机 五只宠物机 现在我有 我这个生产规模大了 是吧 嗯 我生意越做越大 怎么办呢 这个机舍存不下了 怎么办 扩建 扩建 怎么扩建 增加栏位 增加栏位 增加不了了 你的地方就这么大 这个地方最多只能五个栏位 那还想往上加 还想往上加 怎么办 嗯 那还能加 当然能加了 就不要了 哦 不要了 因为我有钱了 我要扩大 我要换一个地方嘛 我再租一个地方 再建一个 不能放十个栏位的 这个机舍 之前那个机舍 我就不要了嘛 嗯 然后把那些机再挪过来嘛 嗯 这样叫扩建嘛 对吧 扩建是不是这样扩建 嗯 只能这样 你在原来就像 原来的范围就已经这么大了 它已经无法再扩建了 嗯 你只能是把那个抛弃了 再玩 不要 然后再重新租一个地方 嗯 租一个大点的地方 对吧 就像我们开饭馆一样 对吧 对不对 你开始 你这个 小桌房 是吧 拉一个小推车 嗯 后面有钱了 租个小门面 是吧 然后这个生意越做越好 这个小门面也装不下了 怎么办啊 再来个大 哎 就再租个大点的地方 那那个就不要了 是吧 嗯 这叫扩建 是吧 嗯 扩建的就是我们把之前那个 小的舍去 然后重新来一个大的 是吧 嗯 OK 我们这个道理也是一样的 现在我有五个栏位 是不是 五个栏位 现在装不下了 装第六个的时候 我就应该扩建什么 嗯 对不对 扩建 我怎么扩建呢 哎 我们的原理就是 这个数组 我们就怎么样 要不要了 嗯 这个数组不要了 啊 我们简单画一下 这个 这个算法啊 这个算法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算法 好吧 嗯 未来我们会使用到的 现在我这个基色 这个栏位 是吗 嗯 我就随便画一下啊 一个两个 两个三个 是吧 四个五个 是吧 嗯 一二三四五 哎 五个基色 现在不够放了 怎么办 嗯 再见 怎么办 哎 我就把这个数组给不要了 我重新来一个大的数组 是吗 嗯 大的数组 然后呢 哎 我再重新的去划分我的这个基色啊 我就是这个画的不是特别好啊 嗯 理解我 嗯 理解就行 能理解吗 能理解 是吧 凑合看吧 是吧 对 再来一个大的 然后呢 把这些值一个一个的挪过来 是吗 嗯 之前这个位置啊 放了一个小基 是吧 这个小基 这是小基 是吧 嗯 小基 小基 这个基长得不怎么地 嗯 然后把这个值呢 一个一个的怎么样 挪过来 挪过来 挪它的位置 挪过来 挪过来 再挪过来 再挪过来 嗯 好 这几个就空出来 那就可以添加了 嗯 是不是这意思啊 OK 那我们同样道理 这个数族也 我们也是要这么搞 嗯 那我就得记录一下 每次添加的时候 这个位置是添加到哪 这样我不用每次去找 嗯 听懂了吗 比如说我在添加第一个数族 添加第一的时候 那我就 我有个计数器 我就记录啊 现在添加了一个 那下次添加了就两个 嗯 三个四个五个 OK 等于五的时候就添加不下了 嗯 我就不用去每次判断 这个数族的长度 添加了这个长度 是吗 嗯 所以我是是不是要有一个 变量来记录 你当前正在添加的这个 数是多少 嗯 对不对 对 当前添加这个数量是多少 这个用来 哎 做记录 记录啊 当前 数族的 数族的 什么 元素 个数 是吧 嗯 用来记录当前数族的元素 个数 那这个个数呢 哎 等一下我们又可以把它作为我们的数族的下标去处理 嗯 明白了吗 嗯 OK 所以我们添加的时候就要把这样一个业务 把这样一个逻辑给考虑进去 是不是 嗯 给考虑进去 OK 我们来判断一下 哎 我们就这么显 你看啊 如果空的小于 多少 啊 空的 小于 lens 就可以添加 嗯 如果是反过来写 如果是大于 等于 多少 lens cs的 lens 就是满了 就是满了 就是最大值了 是吗 嗯 最大值了 这个时候就表示 需要添加了 表示这个 述充 数族 已 满 满 数族已满 嗯 那么呢 怎么办 需要 添加 可我 扩充 扩充 是吧 需要扩充 否则呢 否则就不用了 否则就可以直接往上添加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否则就直接往里添加就行了 那添加怎么添加啊 我就 我先写添加 cs cont 等于c 就把这个c这个对象 放到cont的这个下标的位置上 嗯 因为第一次等于零嘛 对吧 嗯 完算以后下次怎么样 什么加加啊 对 加加 当然你在这加加也行啊 嗯 在这加加 按照 直接往这写啊 对 再往这写 后加加也行 后加加也行 我们这样为了清楚一点 为了清楚一点就写两句啊 嗯 写两句 OK 这个扩充怎么扩充现在 怎么扩充 扩充也得要有算法啊 对不对 嗯 要有算法 OK 我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算法 推荐一个算法 嗯 呃 推荐两种算法吧 通常我们的算法是 第一种是 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充一半 扩充一半 原来的基础上扩充一半 也就是说原来是五个 扩充一半 七 七 七八字 呃 扩充一半 五个的一半是 不能说2.5 就扩充三个 八个的 就是加一呗 就是基础的话就加一 嗯 就扩充三个 那就等于八个 嗯 八个再扩的时候就扩充 十二个 就四个变十二个 嗯 十二个再扩充就变成 十八个 十八个 哎 就这么去扩充 嗯 是吧 这是一种算法 啊 算法一啊 算法一是什么 扩充原来的一半 扩充 原来 数组大小的 这个 二十一 一半 嗯 一半左右 是吧 是左右啊 这不一定是完全是一半 因为是基数的话 我们就加一了 加一了 是吧 嗯 OK 第二个算法 就简单了 直接扩充两倍 啊 这个好 是吧 这比较暴力 扩充原来数组的一倍 是吧 是倍吧 一倍 嗯 是呃 乘二了 就是一倍 对 加一倍是吧 原来数组的一倍 两种算法都可以 是吧 嗯 都可以 好 下面我们来看代码怎么实现 代码怎么写啊 代码怎么写 好 那现在的这个长度来说 如果扩充一半的算法 我们应该是怎么写啊 我们应该怎么写啊 就是 我可以写上 原来数组长度 嗯 数组的长度 你看啊 乘三除二再加一 是不是一倍 嗯 乘三除二再加一 对 扩充原来的一半 为什么乘三除二再加一啊 带两个数式 啊 如果是三 你看啊 带两个数式 嗯 如果是五的话 三五十五 十五除二 八 啊 十五除二 十五除二 七 七 七加一 八吗 嗯 是这么算吧 乘三除二加一 就是一半的意思 是吧 就是说设法 对 就这么写 如果是一倍的话 那就好办了 直接愣色 乘二呗 啊 认识这个直接就是乘二就行了 是吧 这个简单 哎 这个简单 就两种不同的这个算法都可以啊 嗯 都可以 为什么我给大家提出这两种算法呢 啊 因为JDK里面也就是这么做 啊 我们是模仿过来 就有扩充是吧 哎 对 这个他有扩充这个算法啊 嗯 OK 我们后面可以看一下 他是 他是 这个是哪一地方做的这个事情 好吧 OK 那我们这里怎么写呢 哎 前面我们给大家讲过 一个宿主拷贝的方法 还记得吗 嗯 宿主拷贝的方法 这个宿主类 Copy Copy 还记得吧 嗯 哎 我们这里倒一个包啊 倒一个包 我们要引入哪个包 Java点 Java点 YouTube点 还记得这个Alice 这个类吧 嗯 Alice这个类 是吧 倒一下包 完了以后 我们看他怎么怎么搞啊 怎么搞 直接就是 Alice点 Copy 最大写的 Off 嗯 CopyOff 它的这个 全面一个数 就是你要元素组 嗯 然后就是你的新的 那个 长度是多少 是吗 新长度 好 我们定一个变量 叫NewLearn 新的长度 好 假如说我们就用 两倍的方式 好吧 对 就乘以2的方式 嗯 乘以2 你也可以用位移 你可以转换成位移的方式 怎么会 是不是效率更高一点 无法转移 对 然后呢 这里传NewLearn就行了 传NewLearn NewLearn完事以后 我可以再用CS去接收 嗯 就完事了 还用覆盖了 就覆盖了 就把这个CS 扩充以后 新长度 再把原来的数据 再复制回去 一句话搞定 是吧 一句话就搞定了 然后这就是添加方法 我们要 怎么样 要实现的这个功能 是吧 嗯 要实现的这个功能 OK 我现在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在这 我再写一个求长度的 求长度一当前 已经添加了多少个 我的数主 已经是多少个 是吧 数多少个 那我就 求一个Lens 好吧 求一个Lens 我自己写了一个Lens方法 我来returnCS的 属性是吧 属性 CS的Lens 我们封装一下 好 下面我们打印一下 我添加了几个 六个 六个 现在第一个 我已经知道是五是吗 我添加六个以后 这个数主的长度 是不是变成了 六 八个 是不是扩充了八个 是吧 是不是扩充了八个 那我就CM. 注意啊 这个Lens 是我们自己写的一个方法 是吧 我们输出一下 试一下 这里是数主的长度 是 对吧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等于八 如果是等于八 我看这里还有没有错误 因为find这里面可能有问题 因为有返回值是吧 我先写个闹 对 先写个闹 先把后面再避免一下 避免这个错误 我们来编译 没问题 是吧 没问题 我们走一个 十 诶 怎么是八呢 怎么不是八呢 我们乘二了 我们是扩充了两倍 刚才看错了 算法是这个 我们是用的是第二个算法 不是用第一个 用第一个算法 那就是八嘛 第一个算法是八 第二个算法是十 你看现在长度就扩充了 扩充十了 所以第六个造成了 会造成数主的扩充 这叫动态数主 听懂了吗 这个写法叫做动态数主 动态的 动态数主 好 我先写一下 实现动态数主 实现动态数主 那也就是说 这样的话 我这个数主 你可以无限制的进行什么 增加 进行扩充 是不是进行添加 这都没有问题 对吧 OK 这是添加这个方法的一个实现 添加方法的实现 我们先到这 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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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